早上好 我是嘉慎 欢迎收看9月7号的百阁城报 谈开今天的各语言报章 真的可以用五花八门来形容 尽管大家的头条新闻都不大相同 不过每日新闻 前风报 还有新海峡时报二条新闻 都不约而同给了内阁 对登加楼鞭打女童信恋的立场 认为鞭行无法体现 伊斯兰的包容和体贴精神 此外 新海峡时报继续跟进了森林城市课题 因为州政府允许70%外国人拥有权的政策 但如今内阁要进一步探讨 不排除可能会降低外国人拥有权 至于新州日报和光明的头条 是关于马坡中文商号课题 市议会主席已经说明 中文商号必须要保留 不过这个课题也引起了行动党元老林吉祥的质疑 认为有人故意趁补选期间搞破坏 接着让我们来看其他的国内重点新闻 前首相纳吉因为涉嫌滥用 SRC国际私人有限公司的款项 而被控上法庭 如今案件再有新进展 根据英文太阳报的报道指出 此案件的一名关键证人 在潜逃泰国三个月之后 目前仍已经被遣返回国 并且被反贪会申请延扣一周 协助案件调查 有消息人士就透露 这名50多岁从事货币兑换的证人 涉嫌多次协助转移数十亿令吉 与一马发展公司和前子公司SRC有关的款项 此外他也涉嫌为留特佐服务 因此反贪会相信 他掌握了大量资金 被移动进出五国的资料 报道指出 反贪会特别调查队伍 是在今年5月侦查到这一名证人 并且在泰国警方的协助之下 说服他返回大马 而根据了解 目前这一名商人已经同意 成为监控方的关键证人 接着让我们来换个焦点 沙拉玉报告去年5月31号揭露 乌统御御律师沙菲仪 涉嫌收取前首相纳吉 950万令吉 而沙菲仪曾经在2013年7月 至2015年2月之间 担任刚交上诉案件的主控官 当时仍已经在监狱的安华 向法庭提出申诉 认为双方存在利益关系 因此要求释放 不过去年11月 高庭裁决有关的指控是子虚乌有 而撤销了安华的申请 如今事隔将近10个月 在西蒙政府上台之后 总检察署特别行动队伍 最近在一份宣誓书中揭露 并且证实了纳吉 确实曾经在2013年至2014年期间 支付沙菲仪950万令吉 此外宣誓书中更富上 纳吉向沙菲仪开出的两张支票副本 总检察署随后把这份宣誓书交给了安华 而安华则在昨天向法庭入禀有关的文件 安华强调沙菲仪在案件进行期间收取了纳吉的950万令吉 摧毁了他作为公正律师的可信度 此外安华也称 总检察署委任外人出任检控官并不常见 但委任与纳吉关系密切的沙菲仪担任主控官更显得非常不寻常 因此安华敦促有关的机构必须要针对现有的法律制度进行纠正 以让人民对我国的法律制度重拾信心 最后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